这个画家可不得了 他画了个美女 下一秒转头一看 乖倒 画中的美女居然变成真人 披着条浴巾 湿润着头发 看起来十分撩拨 对方步步靠近 便将画家推到椅子上 慢慢地将她拉进了房间 结果 好家伙 这都是场思春梦 看着手上完稿的美女画 画家整个人都顶不住了 搞半天 居然是虚的 他头痛欲裂 只好继续作画 可画纸丢了一张又一张 这张不满意 那张也不满意 垃圾桶都堆满了画纸 但就在这时 画家听见背后 传来不拎不拎的声音 她再次转过身 走廊却惊现亮光 下一秒 画中美女 居然真就出现在了现实世界 对方依旧那副模样 身披郁精 恶魔多姿 画家看得痴痴一笑 俺这应该不会又再做梦吧 只见熟悉的剧情再次上演 美女拖动着画家 将她拉到昏暗小角落 补充了一晚上的营养快鞋 一夜欢愉过后 画家睁眼一看 诱惑 美人还在身边 可当她伸手去摸对方时 手臂却静止传了过去 也是 毕竟这是自己画出来的人物 摸不到也正常 等等 不对啊 既然你摸不到 那昨晚又是咋搞的呢 编剧 这里是不是bug了 但没一会儿 画家又睡着了 可这次她醒来 美女却不在身边 她跑到浴室 浴巾却干燥地摆在上面 昨晚明明给推进角落的椅子 现在却回到了原位 难不成 这又是梦一场吗 早知道是这样 想梦一场 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但就在郁闷之时 画家忽然听见客厅传来一响 她顺势抡起酒瓶 就往客厅走去 难道是禁贼了吗 这个画家有点猛 画个美女 美女就从画中现身 金发鹤眼大波浪 可把画家的魂都给勾走了 但一夜升歌过后 美女却消失不见 反倒客厅传来了一响 只见画家抡着酒瓶 谨慎靠近 却不从小 原来是美女在这 正准备给她做爱心早餐 乖乖 这下画家才恍然大悟 自己还真就拥有 神笔马良的超能力 这美人 确确实实是自己画出来的 而且美女也表示 自己就是专门给她的画作 提供灵感的 现在画家遇到创作瓶颈 美女便又是一番语言激励 又是肢体鼓励 让她再次振作起来 而有了这番Buff加持 画家的灵感 也如泉水般喷涌而出 一小时三十张 都压根不在画下 哪怕身体疲惫了 还有美女给她补充营养快些 绘画功底 都上升了不少档次 这样如七四焦的日子 持续一段时间 但就在这天 画家正想找美女快活快活 却找遍满屋子 都没找到对方人影 她急忙跑出屋外 近看到美女 居然在和路边的小鲜肉 有说有笑 好家伙 画家这住的地方这么绿就算了 现在头顶都绿绿的 她就这样直勾勾看着两人 感觉自己的宝贝 被人抢了一样 等到美女回来 画家就怒气冲冲的质问对方 你压得不是说爱我的吗 你可是俺的梦中情人啊 美女反击道 行了行了 您就憋哥这婆 待家里好好画画吧就 随即她换好衣服 理都不理画家的质问 就驾着画家的车往城里去 画家人都傻了 画出来的老婆 就这么跑了 她不服气 赶紧跑到路边上拦车 但路人警惕性都很高 就没一个人愿意在她一城的 画家没办法 只好这么的走了几公里 才在附近的便利店找到对方 她强压住怒火 苦苦哀求美女跟自己回家 却不料 之前那小鲜肉来了 好家伙 这都完私奔这套了吗 可接下来的一幕 更加令画家意想不到 这画家往小鲜肉挥去拳头 身体竟透过了对方 而且不管她怎么搭画 人家都像没看到她一样 丝毫没有一点反应 看着小鲜肉跟自己画出来的美女套 画家不禁恍然大悟 行啊 这小鲜肉原来是美女画出来的 那我画出美女 美女再画出小鲜肉 这不就成俄罗斯套娃了吗 等回到家后 美女正在画桌前绘画 上面的画作有模有样 跟画家的技术有的一拼 而这也证实了画家的猜想 那小鲜肉 果真是美女画出来的 只见画家立马宣誓主权 以后只能待在家里陪我 永远不能把人画出现实世界 我可不想让把你 跟别的男人分享 OK 哪只画更说完 小鲜肉就裹着浴巾走去卫生间 你这女人 牛啊牛啊 都这么光明正大的 把人家带回家里了吗 行吧 我也受够了 只见画家一把抢过画作 打算将美女从现实中抹出 结果万万没想到 小丑才是她自己 真正被绘画所创作出来的 正是画家本人 而作为真正画家的美女 因为她的灵感遇到瓶颈 这才创作出画家这个梦中情人 来帮自己寻找灵感 哪只画得太过真实 这才让对方误以为自己是真人 画家都懵了 身体渐渐开始变成素描滤镜 这下她慌了 不停祈求对方放过自己 只见美女拿起橡皮 在画家的素描上不停擦除 她的手臂就开始随之消失 眼看着自己的身体 正缓缓消失不见 画家就开始打起感情牌 俺可是你的梦中情人了 你把俺创作出来 不就是为了帮你分担工作 解压身体疲倦的吗 但美女压根不听 最后她擦出头部 画家就这样 完全的消失不见 看来啊 这美女还真是花心啊 明明自己有个男友 并要画出个男人出来 还搞得人家不明不白 一头雾水 最后要说拜拜了 那得多不舍多难过呀 但你还别说 她的画功确实猛 居然还能把人物画得和现实一样 有学美术的来吐槽吐槽的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影片叫做梦中情人 出自阴阳魔界2002第四集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